哈哈哈哈 大哥自己跳点浮沉了 来吧下一位 跳太厉害了 好谢谢 非常好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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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是太厉害了 这是太厉害了 上了上 你上了吗 上了 过来 快快快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是十步节的展示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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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接下来是十步节的展示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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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郑凯的风格 这是郑凯的风格 欢迎 这是真有实力的组合 跟那球类都没法比 哈哈哈 人家 人家带的是这家伙来的 这子真好看 真好看 真好看 接下来 我们只有最后一组嘉宾 需要揭晓了 九十九数字帘子后面呢 是一帮热爱电子禁忌的小伙子们 好 好 好 那为什么是九十九啊 那为什么是九十九啊 就救我啊 又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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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他们闪亮登场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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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怎么在里面呢 走啊 走啊 欢迎各位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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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这不是我们应该统一口号叫代代我 能代代吗 救救我 救救我 代代我们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组 我每个人都想加他们微信怎么办 但是这一组你看啊 有几个是真的电竞大神 有几个啊 你在这一组干什么 你在这一组凭什么 我在这一组就凭着一个这个 主打一个真诚 主打的一个真诚 就是非常爱玩 打的场次多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总要的项目选手就位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总要的电影项目选手 清新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英雄联盟的街球跑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英雄联盟的街球跑来 我是英雄联盟选手来看 我是那个偶尔会看点新闻 会讨论点英文 但是不会你打开新门的黄欣纯 哈哈 炒掉了炒掉了 你怎么这么垮啊 萌压了压 就是说是种脾气暴躁的小怪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打的新年一样很业余 但脾气不怎么暴躁的费评 哈喽 哇 好不压运的啊你 压不算压不算 这起码我还压了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职业的业余的电竞 超级无敌周杰爱好者的许七杰 他们有什么才艺可以展示吗 他们可以展示什么 比手快 开一把 开一把 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有实力 因为我们就是 你看到了吗 我们数字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就是最强的那种 没有 一大跟一百八 有一八零 那还有一百八的 还有一百八的 还有更大的 那边说的是身高 我们这边说的是实力 那边说的也不是身高 也不是身高 对不起 打扰了 那么跟99的关系是 到底是什么呢 对 所以到底是什么呢 99的含义就是 在从第三年开始 然后就是国家体育总局 把我们电子电竞 列为了正式的运动项目 列为了正式的运动项目 然后我要补充一下 就是今年的杭州亚运会 然后电竞也是 也是有正式的比赛 然后我们英雄联盟 和王老药也是 正式的比赛之一 所以在这次亚运会上 整个的这个电竞的两管牛肌 也会成为我们的比赛项目 对 我们要PK 对别的国家的队伍 对 加油 再次欢迎29位运动青年 欢迎大家 这一次的特别企划 是一场树立亚运的运动竞赛 而这次竞赛 也有一个非常奖量的名字 大家看我们的题目 好 热爱运动的青年版 热爱运动的青年版 有本事来六六大赛 有本事出来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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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六赛 清六赛 简称 所以我们这场竞赛的名字 简称清流赛 清流 清流 你看看 清流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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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兄弟团的成员 将担任七个MG运动俱乐部主理人 29位运动青年 可以自行选择想要加入的俱乐部 每一轮比赛开始前 俱乐部主理人都可以获得相同数量的 应有自己名字的俱乐部卡台 并于加入该俱乐部的运动青年 平分左右卡牌 每一张俱乐部卡牌在最终 可以兑换成相应的亚运助力值 所有俱乐部卡牌的初始价值都是相同的 每一张卡牌可以兑换五助力值 在之后的竞赛中 如果某一娱乐部胜出 那么该俱乐部的卡牌价值都会换金升级 拥有更高的亚运助力值 价值更高 对 失败的俱乐部会直接解散 好 解散 那那个队长呢 队长也解散 成为运动青年 就加入参就变成30名了 对 然后就去溜一溜 对 就变成青溜队的了 对 一旦失败的俱乐部直接解散之后 也不会继续发放该俱乐部的卡牌 但是已经持有的卡牌可以在最终环节 按照阿姆基幻星升级榜上的价值进行兑换 而今年阿姆基幻星升级了基础原味酸奶 带来了更顺滑的口感 用更健康更美味更有品质的酸奶回费消费者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第一次的俱乐部分队 请29位运动青年注意 在你们面前的跑道对面 有一个应有运动俱乐部主理人名字的台字 每个台字上都有五名 也有最右名字的经典原位阿姆基 所以哪个队伍最多只有五名队员 你们在选队的时候要判断加入哪一队 因为人数的多少决定了你们每个人